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由金铭主持的FB新鲜事 今天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 由博斯智库所出版的一本新书 管就要管得有道理 那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公平参与的力量 那我们邀请到作者吴英明吴教授 来到节目现场 为我们介绍他的新书 吴教授好 好主持人好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吴英明吴教授 来介绍这本新书 管就要管得有道理 那这本书好像跟我们这几年的公平运动 有一些关系对不对 有一些关系但是不尽然 不尽然 管就要管得有道理 这本书我非常谢谢汉森 能够邀请我来来谈这本书 那我觉得这本书 大概就是它的有一些前提 也就是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 你没有办法离开公共 OK你每天的生活都跟公共有关 OK所以你必须要开始学习真的做公共的生活 你在怎么样宅的人 我也要告诉你 你必须要有进行公共的生活 人不可能独居 那你必须要跟人家 你一上网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 其实这个领域也是新的公共领域 虽然它是虚拟的也是一样 OK 你今天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跟人家做跨域的合作 你也必须要进入到公共领域 你今天要买一间的房子 你知道吗 你也开始在选择 它有好的公共环境 公共设施 你看你也必须要进入到公共 所以人面临一件事情 主持人就是无可推诿的治理责任跟荣耀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那一开始我们教授一直提到这个公共这两个字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说 我宅在家里 我家是私领域 它不是公共 好 OK 其实你家也有公共 你知道吗 你家的厕所也是公共 不是吗 那是你弟弟要用的 哥哥要用的 你姐姐要用的 不是吗 你家的客厅不是一个公共领域吗 不是吗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觉得 在家里面的人 如果你一个人 你自己的房间不打扫也罢了 你的客厅里面 你又把它弄得乱七八糟 你在家庭里面 你也会觉得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是 好 那你住在一栋大楼的当中 你难道不需要缴管理会吗 你需要有公共领域吗 公共设施吗 有没有 好 你也进入到公共 好 所以这本书到底是给谁看的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从里长到总统都要看 对 那如果您是基金会的 NGO的Leader 或者是 你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 师子会扶伦社 你知道吗 的社长或者是的干部 或者你是一家企业的老板 你也要看这个 你才知道怎么样跟民众 跟这个社会来互动 OK 你是一个企业的公关 你怎么样跟公共事务能够来互动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本书 并不是教你怎么样 跟公共领域 公共事务来互动而已 这本书里面很重要就是 你有你的位置 你的工作是你的影响世界的位置 你的公共参与也是你的影响世界位置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会去想到说 我真的是在世界上有位置吗 我怎么样透过城市 让我的城市奔美了 让我的城市有它的品牌 其实你也在影响这个城市 你也在影响这个国家 譬如说你好好经营宜兰 好好经营高雄 好好经营台北 有没有看到 让这个城市有品牌 来观光的人就越多了 你在这个 透过市民参与 你知道吗 OK 透过公民参与 你改造这个社会 你也经营这个社会 你到年老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告诉你的孙子 不是吗 其实市民参与 就是让你的生活 到年老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所以这本书也是在告诉你 你影响世界的位置在哪里 你怎么样活出 很自然的影响力 不要把活出影响力 这件事情 拱手让给政治人物 或让给你的长官而已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有那个自信心 能够了解 你经营一个民宿 你可不可以影响 你经营一个民宿 你有很多理念要实践 不是吗 是 你好好做 你那个地方 就因为你而美丽 你开一间店 改变一个结果 这不是影响公共吗 对不对 开一间店 改变一个结果 这不是公共吗 这影响公共吗 所以其实这里面 在唤醒公共灵魂 在唤醒这种公共灵性 第三个point我要谈的 现阶段的生活 你如果没有公共灵性 你不懂得怎么样 享受公共资源 你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因为市场经济 告诉你很多的事情 都是要买的 我想主持人 你应该要了解 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要透过买的 你真的买不完 你知道吗 你赚的钱不够 来买这件事情 赚不够花 赚不够花 所以你会不会利用资源 公共资源 我觉得说 你住在科工馆旁边 你住在美术馆旁边 你住在台大旁边 假设是这样子 你能不能利用台大资源 把你的孩子养长大 你能不能利用美术馆资源 把你的孩子养长大 这才是高手 你知道吗 OK 我这本书在教你 怎么样能够享受公共资源 善用公共资源 那透过这种界面的整合 来创造资源 而不是在争取资源而已 所以你如果想要 过幸福的生活 其实要唤醒你的公共灵性 跟这个环境感知的能力 那你要唤醒你的公共灵性 懂得寻找界面 也能够享受 你知道公共资源 日子是很美丽的 所以一般人对于公共管理 这几个字都是有误解 以为那个是政府当权者 管理者的事情 对 没有错 你刚刚你 你刚刚你特别 给我这个题目 其实你讲的没有错 公共管理是比较是 政府的管理 公部门的管理 对 但是我们这一本书里面是 讲到的不是公共管理 我们是谈到公共事务管理 所以我知道你在考我 你知道吗 还有我没有被你考导 所以这本书不是在讲公共管理 也不是在讲公共行政 也不是在讲政府管理 这本书是在告诉你 新的治理观的当中 新的治理观的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一种 政府参与的治理 跟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 其实都是治理 就是他叫做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 or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有政府参与的治理 跟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 其实都是治理的一部分 所以你也透过社团 来治理这个城市 不是吗 你也透过社团 你也透过开一个社会企业 来解决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OK 你也透过社区的参与 来改变你的社区 来美化你的社区 你也能够透过在地特色的展现 来创造在地经济 有没有 是 其实这些都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环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 你看你从怎么整个角度来切入 OK 所以它不仅只是 我们所谓的这几年来的 公民社会运动 公民社会运动 只不过是改造这个社会 一个方法而已 你也能够透过返乡 你知道吗 去工作 你如果说那块餐 你才不知道 公民 OK 你透过社会企业来改变社会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教授谈到这边 所谓的公民参与 就是第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参与才有改变的机会 对 一定要参与才能够改变的机会 其实我们在谈到 citizen participation 其实你也可以欢迎成为市民参与 也可以欢迎成为公民参与 就看你放在哪一个 来市民参与比较是 城市的市民参与在这个城市 对 比如说参与在城市的环保运动 或者是你参与在城市的街道改造 或者是你参与在城市的公共事务 对 那公民参与呢 我们比较谈到了公民参与 比较谈到了可能的公民的政治参与 你一定要出来投票 对 你一定要勇于发表你的意见 OK 四位游行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公民参与 对 OK 或者是您谈到出来表示说一些的社会运动 这样 这也是很好的公民参与在里面 好 所以citizen participation的当中 总而言之 你身为市民或成为公民 你透过公共的参与 知道你在世界的位置在那里 而且也能够产生影响的能力 我觉得所以参与你会发现 你不参与的话没有人会帮你发声 对 因为你沉默 对 因为你沉默 表示你接受现状 对 表示你接受现状 但是这个多元的社会 大家透过参与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就现阶段 所谓大家普遍的认同是什么 普遍的价值 我们大概在追求的是什么 OK 所以这几年来 我是觉得台湾进步很快 有很多的东西 已经都不是传统的政治权利 在决定事情了 你会发现 公民社会的兴起 社会企业的兴起 有没有看到 甚至市场经济的兴起 你不要看这些市场经济 大老板也是有他的影响力 对不对 政府官员有他的影响力 但是政府官员的影响力 跟大老板的影响力 如果合流的话 公民社会也会企而反制 对没错 这样你知道吗 OK 所以各位 我觉得我们只要参与 在这个新的治理观的时代 我真的是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 OK 这是一个参与的时代 我所谓的参与的时代的当中 并不是只是投票的这种参与而已 OK 那我们对于你城市的周遭的事物 你社区的周遭的事物 那你必须要学习跟人家发生紧密的关系 试想你是一个师子会的会长 或者是师子会的秘书 或者是你是一个里长跟里长 OK 你怎么样来成为一个好的公共事务管理者 是 你的心智模式是什么 这本书里面谈到五官心智 你的信仰观 你的资源观 你的世界观 你的生态观 跟你的治理观 它会影响到你怎么样跟这个世界互动的 很有趣 那这里面也谈到 那你怎么样试管创造可能 试管里面在谈到 你的创新管理 知识管理 价值连管理 跟品牌管理 你的城市 你怎么做品牌管理 这两天我刚从宜兰 回来 我觉得宜兰真的实在是一个 我看台湾的乡下的建筑 最漂亮的地方应该是宜兰吧 很多漂亮的农舍 很多漂亮的农舍 OK 那宜兰丰沛的雨水 你知道 那真的宜兰真的一个田园的风光 那宜兰的东山河 以及安隆溪 或者是几条河船的整治 你知道 这种开放的空间 真的是跟台北不一样 那你去到高雄又不一样 海洋 我告诉你 那你如果去到台南 台南整个城市都可以吃 你看整个城市都是小吃 台南太好吃了 你知道 所以每一个城市跟城市之间 是不是竞争 竞争没有用 因为你从台北 你如果从新北市去到头城 不用拨拨拨拨就到了 那不是 一下子就经过雪山隧道就到了 其实我们从观光旅游 我们从移动力的角度来看 城市跟城市之间 现阶段真的不是竞争的关系 城市跟城市 我认为未来 它是一个城市的市民 懂不懂得 通过城市来定义国家 透过城市来提升国家 你们有没有这个视野 还是城市跟城市 每一天都在台南 我要跟你竞争 其实我告诉你 高雄跟屏东竞争做什么 高雄跟台南竞争做什么 台南好 我高雄自然而然就更好 台南的特色 跟我高雄特色 我本来就不一样 没错 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若干年前 有一只黄色小鸭来台湾吗 你还记得吗 大家都抢着药 大家都抢着药 那你看每一个县市都抢着药 因为它很新鲜 其实鸭子你知道吗 其实它需要阳光跟水域 这个是不需要抢 你知道吗 它适合哪一个城市 就是适合哪一个城市 所以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 我觉得都是品牌管理 你看高雄 当我们在黄色小鸭的时候 它在宽广的高雄港 你知道阳光洒进来 哇那只鸭子好像很活泼 后来说桃园也要 桃园去了 它就在池塘里面 一个大池塘 它又开始忧郁了 结果去到基隆以后就爆掉了 那有人这边讲说鸭子怎么会爆掉 他说鸭子不适合关在基隆里 你说不适合关在基隆里 谐音 谐音嘛 这样你知道 好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从品牌管理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城市有你自己的致命特色 每一个城市有你自己的内建的优势 就不用竞争也不用模仿 你讲的太对了 不用竞争也不用模仿 我觉得我们对未来对竞争 我们要必是零合的概念 第一个先要把它挪掉 你知道吗 先要挪掉 OK 那第二个 伙伴跟合作的关系 需要重新建立 特别是在城市群的概念 城市群的概念 我昨天晚上还没有谈到这个 今天来这边比较充裕一点 我们就来城市群的概念 像我这个地方我可以我可以看看说 像南部就是有一个城市群 高雄 屏东 南高高 南高平 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 是 OK 所以你看在矽谷也是一样 在矽谷你留在旧金山 Saint Jose 你知道吗 OK Palato 你看那边就是一个城市群 你知道 就是一这样子一个城市群的概念 城市群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城市群的概念 每一个城市都找到他自己的定位 好 所以这一本管就要管的 有道理的这一本书的当中 他给予我们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那谁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严格讲起来 你我都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都是公共事务管理者 不然少说你也干过 大楼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吧 是啊 管社区 就管那一栋大楼吧 你有没有觉得你怎么样 你有没有公共零性跟住户 你遇到最头痛那些住户 不是没有公共零性的吗 你应该买这本书给他看一下 哈哈哈哈 是啊 聊到这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先不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的FB新鲜事 我们节目是在每个礼拜三以及礼拜四的下午一点到两点 在汉森的全省调夫调频为您联播 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介绍是由博斯智库所出版的 《管就要管得有道理》 是由吴一鸣教授以及柯智昌教授所写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吴一鸣、吴教授亲自来到节目现场 那我们现在正在播放的音乐是由注重性打击乐团所表演到 《皮尔金足取选罪》 这是收入在《深脈相连》这张专辑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吴教授 想要改变公民参与是第一步 那在我们在书中也有提到 所谓的公共灵性跟提升公共质感这两个部分 不是只有参与然后就是盲目 然后跟着大家喊冲就冲 或者是新闻台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提升自我的公共灵性 其实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的当中 你知道吗 里面在谈到的说 为什么公共灵性那么重要 为什么公共灵性那么重要 你很少看到几只狗或者几只猫在那边开会 开完会以后 然后决定大家去开始要盖捷运 或者是开始是要开辟进行都更 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你看到人具有这一种 治理社会的责任跟荣耀 OK 所以人开始 那这个公共灵性是对于 除了你以外 这种公共灵域 以及人际之间的关系 以及公共的好 对公共的好的渴望 所以你如果要我叙述以下 也是说公共灵性帮助你活出 人为神采出来 是 人为 靠人命的 所以彼此关心 公民之爱 那神采是什么意思 不要叫你成为上帝 你要上帝的心 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你会发现人会不会喜欢公平正义 喜欢 连外老都需要公平正义 是 我们都是一样 外老所需要的公平正义 你知道吗 旅客所需要的公平正义 我们所需要的公平正义都是一样的 人如果被不公不义的对待 我们会很难过的 所以这种公共灵性的当中 让我们很学习 你知道吗 怎么样在别人的需要当中 看到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所以你有公共灵性的人 你知道怎么样 在别人的需要当中 看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你会开始看到 这个社会的弱势者是谁 非洲的弱势者是谁 我跟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个具有公共灵性的人 他不会想要霸占东西 因为他知道 我家住几坪不是很重要 你知道吗 反正晚上睡觉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也不知道几坪 都是一张床 还都是一张床而已 那我告诉你 但是眼睛睁开来外面一样 那个叫做公园 那个叫脚踏车专用道 那个叫做湿地 有没有看到 那个就是我们公共领域 我也不能够把他搬回家 总统也不能把他搬回家 郭台铭也没有把他搬回家 所以各位 私领域 那是我们的财产权生命权 我们受到保障 但是我们要学习 在公领域的生活的当中 享受公共领域 创造公共领域 使公共领域更加的丰富 那这样我们生活平址 才能够被保障 所以我刚刚有谈到 公共领域让我们 在别人的需要当中 找到自己的责任 公共领域让我们开始知道 所有不能带走的 怎么样转换成为 可以存留的 在这个社会能够继续发酵 这个社会不会因为 我死掉了以后 然后他就没了 你知道吗 还是继续不断的 所以你看西方的社会 他们真的是会觉得 是说财产不是要留给孩子的 他们经常就是用来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你看他们的基金会 不要说笑人家基金会是逃漏税 那不见得是这样子 也就是他把那个爱 不是只是自己在孩子的身上而已 他把永远带不走的 转化成为可以永远存留的 这不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吗 就是公民如果提升了公共灵性 他自然在某些事情上 他会愿意牺牲他自己 让整个公领域或公共事物 更加的美好 其实在牺牲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那一种 他是对他有敏感度 他是对他有感知的能力 他是对他有一种渴望 其实去盖公园 你也没有拿钱出来 但是盖公园 有拿我们纳税钱的钱去盖公园 但是盖公园完了以后 是谁要来维持这个公园 你不能讲那就是 承包商 你知道承包商 或者是公园管理处 或者是管理不稳错掉了 你家附近那个公园 是谁在用的 那就是你家附近的人 那你附近的人 会不会把公园剪干净 会不会一起维护公园 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 不能够在那边烤肉 你知道吗 不能够在那边放篇炮 有没有这样 OK 那你们能不能维护那个公园 OK 你维护公园的能力如何 不是只靠环保清洁 或者是公园的清理者 你社区怎么样透过自发性的行动 不仅让社区的公园美丽 也让社区的公园精致 干净 有没有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OK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也鼓励 我们这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其实这是一个讲求公共灵性的时代 那这是一个讲求大社会的时代 这是一个要注意维权力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破坏性的力量 也有成就美式的力量 虽然我们的力量小小的 但是破坏力起来也是蛮大的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觉得 是 真的是这样子 从政治上而言 你会发现 太阳花雪印 红瘦熊事件 是 里面 一夜时间能够call50万人出来 对 OK 那是一个社会运动 把每一个人心打开了 大家自动自发的来 透过网路 类似于是这样子一个 我告诉你 你不要小看这些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你自己的破坏力 我告诉你 你的脸书也有成就别人的力量 也有破坏别人的力量 是也是会影响一些人 不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你有没有那个警醒的力量 小心经理你的脸书 你知道吗 OK 你的用字潜词 你能不能负责任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小到甚至连一个家长 他也要管理一个家 所以他也需要看这本书 对 我觉得也需要 因为这本书里面会有谈到一些 社区跟教育 或者是他怎么样培养他的孩子 未来 真正的竞争力 不是拿多少的证兆 而是能不能induable 你的孩子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 不是输在起跑点 而是能不能走到终点 induable 有没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谈竞争力 都谈到是competiveness 竞争力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的竞争力 是induable 可以有没有强劲的劲 强劲的劲 induable 就是说他有没有后劲 他能不能忍耐 你知道吗 他能不能忍耐 类似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OK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 逼迭较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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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动到固 然后前辈一早晚会走 对对 induable 就是你的耐力 你的耐力 你知道吗 那你的耐力 所以这里面 这本书也告诉你 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公共事务管理者 那你在创造资源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跟人家连结 那你会不会去 你会不会去 去感动人家 那你会不会去布局 是是是 那这里面都有 所以我就讲说 它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五官新智 四管创能 跟3B的连结 好 聊到这边 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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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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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们把东南亚想成 东南亚有很多人 这些人的人才资本 其实就是台湾的人才资本 因为他们终究会到台湾来工作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分这些 你会不会过区域的生活 跟人家做区域合作 这种心智模式的改变 这本书里面 我就开始在讲这些的东西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们不仅是台湾人 我们还是东南亚人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高雄到菲律宾 到马尼拉坐飞机多久吗 我经常让我的学生 有的也有讲五个小时 也有讲三个小时 85分钟 85分钟 你高雄到台北 96分钟 高雄到马尼拉 85分钟 还比较近 那你留学 你如果家里面真的是 经济上不容许 让你去欧美留学 你知道吗 我认为你想要英文的学习 而且是一个大都会 马尼拉 国立菲律宾大学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当好的选择 东南亚的时代来了 我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跟世界先进国家比较而言 我们台湾比较先进 我们台湾叫做方便 太方便了 但是跟比较开发中国家 跟落后国家而言 我们台湾真的很先进 是 OK 所以你有没有好好享受台湾 你知道吗 你怎么样 怎么样发挥台湾的力量 来跟东南亚 来跟我们的区域 你知道吗 产生共存共荣 所以台湾高等教育 所控出来的能量 主持人 我们真的不要害怕 台湾高等教育 所控出来的能量 东南亚进来就可以了 东南亚进来就可以了 那你也不要讲说 我们要从东南亚招生 说招生这两天是很不错的 你只要招生 就是要来这里 因为我这里没人 你就来这里招生 我们高等教育 所控出来的能量 应该成为改造东南亚 人力资源品质的能量 有没有看到 这样很漂亮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其实不是在告诉你 什么人生大道理 人生大道理我不要跟你讲 公共事务的大道理 我跟你讲 你怎么开始思考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如果很想让你的孩子出国 你的孩子也很渴望 用英文来读书 假设是这样子 而且他也希望 以后能够找到工作创业 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菲律宾 读硕博士呢 有什么关系呢 你去那边 你自然而然知道 他们那边需要什么 你就会知道说 哇这些东西 台湾都有 那我来做Bridge的工作 我来做连结的工作 这样你知道 创业东南亚是未来的趋势 我再讲一次 而且那个东南亚的创业 已经跟 我们去中国大陆的那种 所谓圈地给你去投资的 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种是政商之间互动 我不要讲勾结 政商之间互动的 市场经济 或者是世界分工式的那种的生产 那已经不是下一波经济的主流了 OK 所以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OK 这本书的当中 让你城市治理 区域合作 大学创新 社会区域跟更改经济 哇 这些你都可以学习的 吴教授提到很多 我们台湾的现况的出入 因为大家如果说真的有看新闻 其实大家会很恐慌 万一中国大陆把我们什么东西切断之后 好像台湾经济就完蛋了 嗯 或者是美国如果不高兴 我们可能又有什么东西 反而是东南亚大家没有想到 大家太小看自己了 我们看不起人家 所以新智模式你如果改变的话就很好 所以你知道吗 你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鼓励你什么 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个小金 你如果有一个阿金 你们家族的当中 如果有台湾新住民 就所谓的外籍配偶 请你重新去爱他好吗 嗯 你不要把他边缘化 鼓励你的孩子去跟他学 如果他是会讲越南话 他会讲泰语 讲他们母语 你知道吗 嗯 OK 我告诉你 当你的孩子跟阿金 当你的孩子跟阿金 多学一样语言的时候 你不仅爱了我们的新的同胞 给他在台湾是有好日子过 对 你也让他感觉到说 台湾人真的很棒 另外一个 你去 让你的孩子去亲近他 同志他也租借 会比较厉害 同志他也要说一个语言 你知道吗 多少恶寓 对 当你的孩子要创业时 就是创业东南亚 所以这里面我有谈到 五T的principle 五个T OK 你家里面如果有 城市新住民的亲戚的话 你听到这个你很好 如果你妈妈是 城市新住民的话 OK 请你一定要 好好跟妈妈学 五T的第一个 把台湾的好东西 台湾 第二个 你必须要透过 好的创业的训练 training 第三 你一定要讲妈妈的话 speak mother's tongue 你去visit your mother's tongue 你去拜访妈妈的故乡 你去做改变的工作 turning的工作 你知道吗 OK 我告诉你 能够改变你妈妈故乡 有一些小小的经济活动 你如果去看到 台湾有很好的管理 台湾有很好的技术 台湾有很好的 小规模的事业 可以做的 引进到妈妈的故乡 去帮助妈妈的故乡 不是赚妈妈故乡的钱 你知道吗 去爱你妈妈的故乡 我告诉你 这就是改变东南亚的力量 绝对不是政府而已 个人就可以做 个人就可以做了 OK 这是一个唯一力量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不要把这种改变 东南亚的力量 跟东南亚同步成长的力量 台湾的高等教育 因为扫子女化的原因 所控出来的能量 能够转换成为 跟东南亚 提升东南亚的人才资本的能量 这不是台湾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苦哈哈在这个地方 每天都谈到 要关哪几个学校 要关哪几个学校 我说在台湾 跟你说的话 然后最近又谈哪个学校 跟哪个学校合并 我觉得我们都学错了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做自己 所以你看 外国的大学要几个 还有那个 我告诉你 我们台湾是最不适合 发展所谓第二校区的 你知道吗 是 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当中 城市是大学的校园 大学是城市的宇宙 我们又不是像加州一样 另外有一个什么南加大 在北加州 还有一个他的 那个他一个校区分校 那个很大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小小的而已 OK 台湾要做自己 不要每天在那边 对自己的根的认识不清楚 对自己的生态 对自己的文化认识不清楚 这本书再告诉你 我觉得连教育部长 应该要读这本书 是 真的 你会找到无限的出路 你会知道怎么样办教育 而不是大家现在 因为我们的根的力量不够 你知道吗 教育部长 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年轻人应该什么 学创业 其实创业根 跟经济是连结在一起的 对 这样你知道吗 跟社会企业是连结在一起的 青年人的社会创业 跟跟经济 跟社会企业 跟改变东南亚 是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传统教育模式 就是背背 然后尽量背 然后得高分 然后拿到文凭 或者是多考几张证照 这些的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谢谢你 今天邀请我来谈这本书 管就要管的有道理 我还是在回答一次 主持人问我的 管就要管的有道理 这是一个 这是一本谈到 我们怎么样透过公共灵性 透过这种很关键正直的力量 公共灵性 去感知我们跟公共灵域 我们跟除了我以外 还有其他的人类社会 的互动的关系 然后我们透过公共参与 找到自己影响世界的位置 那这里面也谈到了 五官心智的改变 试管创能 创造可能 创造动能 然后3B的连结 创造资源 我们怎么样 透过bonding 跟人家 这种情感 愿景的连结 寻找新的界面 你知道吗 找到界面 就是找到资源的意思 是 对 然后building 有布局的方式 能够创造新的资源 我觉得非常 但是最重要是 第10章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 也就是说 警醒公共生活 非常重要 各位 你不要误以为 我至少门全写就好了 我看登革的那些蚊子 还是会回到你家的 对 OK 你不要误以为 病毒 你知道流感 OK 我告诉你 流感不是来到你家 你家有做防护设施 那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比较灾难型的社会 这是一个比较感染型的社会 这是一个比较脆弱型的社会 是 所以 我们生活在这样子一个社会的当中 我们必须要 迎接幸福 必须要警醒过公共生活 不能够过一个 只是很自私的生活而已 而且这本书 虽然说名字听起来好像 那个是管理的 那个是高阶层的人读 其实这本书每个章节 其实还是可以独立读的 可以独立读的 可以真的 不用真的一个字 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 感觉很辛苦 最好是 最好是 他有一系列 这里面还有 柯治章教授 他的方法论 OK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里长 你稍微读一下方法论 让你的诗好 让你的谈话有逻辑 你知道你要求证事情 有方法了 对 思考事情有逻辑了 求证事情有方法 是 那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对 OK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吴英明吴教授 来到节目现场介绍 他的新书馆 就要管得有道理 这是由博士智库所出版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 就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你 主持人 谢谢你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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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